高雄警方破獲了暴力討債集團 成員專挑越南按摩店下手 三天兩頭帶小弟霸占按摩店 讓業者無法做生意 再跟店家說要插肝骨介入經營 行徑非常囂張 從屋內打到屋外 現場一陣混亂 討債集團成員到了被害人家中討錢 但沒想到跟對方家人發生衝突 討債集團成員眼看對方人多打不過 趕緊摳小弟到場支援 一大群人圍在被害人家外面 就算遠景到場嫌犯態度依然囂張 而討債集團二席還不止這樣 他們專挑越南護膚店下手 三天兩頭就帶小弟霸占店內 讓業者沒生意做 再借機要求查趕股介入經營 發展他們的店面不予消費 那客人也不敢上門來消費 警方火爆跟煎拿搜索票到嫌犯家中帶人 並將剩下五名成員通通逮捕 而現場還起出了作案用的球棒以及本票 還好警方及時瓦解這個討債集團 也讓業者鬆了一口氣 這六群許慎告訴報道